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俄乌的部分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二月份乌军在亚速海上空起落 是俄方的A50预警机 好这个俄方是首度承认造成机丧时跟死亡 对月17号俄方是通缉了乌克兰旅长 那么在A50预警机造价3.5亿美元 北约的秘书长在BBC的专访表示 北约盟友正在讨论 大陆为驻俄来侵入乌克兰要付出代价 那么在中俄两国呢 你可以看到6月19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正式上线微信小程序了 这首架外媒 那么华春莹呢也向这个副总编辑 表示说每一次看到俄罗斯朋友特别亲切 好像看到家人老朋友一样 双方的关系不远可遇 这个俄罗斯的A50预警机被挤入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来讲 因为一般来讲预警机在战场上 算是一个关键性的目标 也是高价值的目标 然后也是最不容易被击弱的目标 一般为什么来它不容易被击弱 第一个因为它是在最后面 它前面有很多的战斗机 它本身来讲的话 它雷达系统非常的强 它除了可以知道自己所有战机的位置 它也可以知道敌人战机的位置 它除了知道敌人战机的位置 也可以震撑到敌人导弹的位置 当敌人导弹向它飞过来的时候 它可以利用自己 可以指挥自己的战斗机 对这枚导弹来实施拦截 同时也可以对这些飞机来实施攻击 那通常来讲 预影机的位置 都是在敌人导弹射击之外 也就是说比如说是这个美军来讲 我们具体来讲 比如说美军的战斗机 它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射程是 这个AIM是120公里来讲的话 那这个预影机它非一定是在300公里之外 我不可能在你的导弹射击范围之内 那为什么这架A-50会被击弱 那个时候大家猜测就很多 后来我们预估这架预警机 是被地对空的飞弹打下来的 那什么样的飞弹可以把它打下来呢 应该是这个我们所谓爱国者的飞弹 才有可能打到这架飞机 可是爱国者的射程也不过是300公里 那它怎么打到这架飞机 它在亚述海上空在很后面 它怎么打到这架飞机的 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必须要讲 我们平心而论 乌克兰能够把这架预警机 极弱可以列为教科数 教科数级的这种战术做法 它是利用 后来跟我了解 它是用它的这种 所谓已经淘汰掉 或者没有飞弹的这种 他们S-300的这种雷达系统 来欺骗俄罗斯的飞机到这边来 那到这边来以后 它很快的将它的爱国者飞弹 往前面推进 因为爱国者飞弹来讲的话 我们通常来讲可以部署在后面 你不应该推到最前面 推到前面 你就很容易被人家打掉 那我用这个S-300来诱骗你 我发出信号来诱骗你 然后我的这种爱国 等你飞过来的时候 我这个爱国者飞弹 往前面很快的往前面一推 然后我用S-300锁定信号 用这个爱国者飞弹来发射飞弹 然后才把这架预警机 这个A-50预警机击落 但是这是蛮 就是说以这种战绩的成绩来讲的话 是一场蛮值得喝彩的 俄罗斯一场蛮值得喝彩一场战绩的一个 战术的一个综合演练 但是俄罗斯很糟糕一件事情 它不是被击落一架 它被击落两架 所以俄罗斯从这件事情 它没有学到教训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是大毛 它其实也蛮这种粗暴的 它不是很精密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方式 它这种方式已经被击落一架 就第二架还是这种方式被击落 它连续被击落两架 那我们特别要讲北约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北约现在它讲的 它主要是北约 我们都知道一定是跟 它现在讲这种话 就是你中国到底 你鱼与熊掌不可两得 你如果说是要跟俄罗斯做朋友 你就不要跟我这边北约 这边来做生意 我们欧盟的国家 你就不能来做这边生意 我们在经济上面 我们就对你辞职制裁 那如果说是你不能说是 你这边又要跟俄罗斯相处在一起 那你又想要跟我们欧盟做朋友做生意 他讲的话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这边特别要讲 从他讲的这句话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中国帮助俄罗斯来讲的话 事实上它并没有直接用武器支援它 你拿不到确实的证据 你除了拿出我确切的证据 现在俄罗斯 中国对俄罗斯的帮忙 它是什么 它卖给它的 提供给它的 只是一些军民两用的东西 那你俄罗斯你要把它拿一张军用 我也没办法 比如说我们最常讲的 就是说你给我买的是洗衣机 对不对 我卖给你的是洗衣机 但是我怎么知道 你把洗衣机里面的晶片拆下来 装在飞蛋上面 这东西不是我能够掌握的 那你要给我买洗衣机 我一定是 这明天交易 第二个 其实中国人有没有卖东西给乌克兰 也有 也不是没有 前阵还被人家拦下来 卖了什么东西 他卖了军服 这服装 他货柜箱打开一看是军服 那乌克兰 他是跟他民间公司定买的军服 我是跟民间企业买的这些服装 他是算服装类 但是他们买的是用货运箱装过去以后 你打开是军服 那我问你 我买的是衣服 你这怎么是定义是军服 是军用品还是民用品 还是民间服装 你很难去定义 那现在目前来讲 中国跟俄罗斯来讲 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我给俄罗斯的 我就是生 我就是底下民间企业去做生意嘛 那我不是出产 直接卖给你炮弹 如果说卖给他 是炮弹或飞机 或者大炮 但是反观你 这个美国北约国家 给乌克兰什么 是实质上的 M1战车 或者是鲍二战车 或现在来讲要F-16战机 或协助他训练飞行员 或者暴风阴影导弹 这是实质上的武器 那你这怎么能够相维辩论 所以说北约来讲 很明显的是双标 那为什么要双标呢 因为这场仗 他快打不下去了 快撑不下去了 他只有在这方面去做文章 代表反而凸显出来 北约支援乌克兰来讲的话 已经预称无力了 那这场仗已经打两年了 在之前他为什么不讲 这时候开始讲这种话 就代表说他撑不下去了 然后北约自己里面开始 因为这仗打久以后 各个国家开始会有意见 刚开始大家是很热烈 你看泽伦斯基到每个国家去 大家鼓掌起立欢迎支持 但已经过了这么久 现在他到每个地方去 我们不管是看他到香格里拉相会 或者是说 上次到这个联合国大会去看 或者甚至于北约 这是很明显的 瑞士的和平峰会里面 就看到他一个很落寞 一个这个大家都闪了 这边搜一些他所报告的一些纸头 或者一些这个报告的书面资料 就会一个很落寞在那边 所以我们看在北约目前来讲的话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打算 有的国家像德国 我干嘛我要的是乌克兰的这种能源 没有这能源我怎么办 然后这个其他的国家 可能说我要的是粮食 各有各的国家打算 那唯一一个 比较没有这个顾虑的事是美国 你看他们现在最近讲说 北约G7峰会的时候 讲说什么 我们来制裁俄罗斯 把他这些钱没收 冬决财产没收 来支援给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说好啊 你敢制裁我 我会把你西方G7国家的财产没收 那谁叫最大声呢 美国 为什么美国叫最大声 德国法国这些不叫 因为美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最少 数目只有大概6亿左右 那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在那边很多 只要说是俄罗斯采取相同的报复手段 受伤最重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包括意大利这些国家受伤最重 美国因为他投资的项目比较少 所以他受伤最新 但是美国一直在后面拱火拱火 所以我觉得从这场 他们北约秘书长讲这种话里面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就是北约这些国家在这场战争里面 已经快沉浮下去 已经快裂解了 是